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讲到三国 我觉得是历史上最悠久 最多人不断的被拿出来反复写文章 然后拍成连续剧 拍成电影 不管哪里 中国也拍 台湾也拍 而且不是拍一次 任何人都去拍 这表示他这里面 蕴含了非常多的故事 然后非常多的角色可以发挥 现在市场上出了一本新书 时报出版 出的这本叫细经三国 作者李又中 这个人有名了 厉害了 他是一个导演 影像工作者 他同时也是专栏的作家 同时他现在在经营podcast 李的历史故事 李就是他的姓 李又中的姓 李的历史故事 很多人听 然后他自己也是 一个创意影像 有限公司的影像制作 他曾经帮大数据 疯传媒TVBS 观测站等 担任专栏作者 他写的东西 很多人看 然后他的观点很独特 回过头来 我们讲三国 因为他的历史很悠久 然后是一本爆红 三国志 三国志应该是个证实 但是从证实演出 出来的这种故事 小说 小说 戏剧 电视剧 电影 多不深属 然后 每一个制片 或是导演 都有不同的立场 所以里面的人物 有时候是被这样讲 是个好人 有时候变成个坏人 有时候又从坏人 变成了好人 像我前一阵看曹操 我看到了一个人分析 曹操其实没你想象中 那么坏 他恐怕还是 守住王室正统的 最坚持的人 所以站在不同历史观点 不同的角度 不同视野 不同的人 都会被不同的定义 那现在 李右中 他出了这本书 当然里面 他用了一个 很浅白的方式 来 透过浅白的方式 来分析 分享 他对三国人物的 这个理解 那里面有非常多 好笑 好玩 和独特的观点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跟他连线 来由他来跟我们来介绍 书里面谈到的三国人物 幼宗在我们现场 幼宗好 你自我介绍一下 你的人生 风云迭宕 对不对 什么事都干过 但是跟影片影像 说故事都有关 对不对 主要是在说故事的主轴上 表现工具不同而已 有时候用影像 有时候用声音 有时候用文字 对不对 差不多啦 我就跟你讲 就是 打折天善天下 对不对 而穷就是自己找事情去做 所以这个 做这么多事情 做这么多的媒体 做这么多的平台 大部分就是因为 好像没有找到一条康窗大道 所以每一个就来试试看 不会吧 那 你每一个都 每一个都创造过辉煌吧 没有 没有到辉煌 就有黄 但没有辉煌 因为 因为其实 我几乎每一个自媒体 都可以做到 可能每比前百分之二十 或者十 好厉害 那甚至 对 甚至百分之五 可是 其实自媒体的世界 它是这样 就是你得做到 可能前百分之一 或千分之一 还有可能 比如说 出头 对 就是赚大钱什么的 不过你讲千分之一还好了 不是一百万分之一啊 那其实 其实差不多了啦 因为 比如说我跟那个 我们那个podcast的公司后台 开会啊 那他就说 我们的节目其实在一万七千多个频道里面 已经是前两百名了 很厉害 那 对对 我也觉得 哇 我也觉得 哇 我好厉害 对 所以我们在调整啦 所以我们在调整啦 就是我们还会调整 希望优化 因为有的时候 就是你知道创作者有一个透毛病 就是会把自己关起来 对 然后关起来了以后 就自己把自己关在一个小圈圈里面 然后自己想象出很多 有的没有的剧情 对 这个好处就是说你很容易创造出很多内容 像比如说我写书 或者是做podcast 或者是拍电 或者帮客户拍东西 你很容易可以有一些天马行空的想象 那坏处就是 你经常会去跟真正的外界锻炼 那锻炼的这个跌 对 像比如说锻炼的结果了以后 你就会发现就是说 哦 原来市场其实是往这样子走 那我们不是这样 但是你已经发现市场是这样 就表示你有机会去做某种程度的改变了 有的时候不是 比如说你已经发现了房价高涨 但你已经没有机会下手 你这个例子太烂了 这个例子很棒吧 对啊 听得很清楚嘛 对啊 因为我们毕竟青年级 我一直被誉为就是 时尚最悲催的一个这个年级嘛 对不对 青年级算是Z世代了 对不对 那我们还在草莓族 就是我们有一个很ancient 对对 有古老的说法 草莓族 对被草莓 很容易受伤 对不是不是说不容易受伤 而是世界上最衰的事情 青年级全部碰到了 对啊 你怎么那么悲啊 我不是悲啊 这个世界就是这样 世界带我 就是这样对待你的 对不对 我带姚顺如初恋 那因为青年级的人生当中 什么大事情都碰过 921也碰过啊 SARS也碰过啊 COVID也碰过啊 房价高涨什么的 也都碰过 所以其实我觉得青年级 它的好处 就是它也不算是 纯一出生就有网络的情况 它还是有自己个人的专注力 就是我们从小到大 还是有自己的兴趣 所以像我自己的兴趣 其实真的就是看历史故事 是哦 OK 对 所以那 长大了以后 不是正统研究 就是看故事书 对 对 那我还记得就是说 在做这个podcast的时候 我还去找那个sponsor 就是找赞助商 那赞助商就是也很挺 就是说 你要做什么节目 我说历史节目 他说好 那就帮你做 一集赞助你多少钱 那我就说你怎么会那么好 因为毕竟历史是不赚钱的嘛 不容易 对 他说如果你一开始 你就说要什么 教人家经营自媒体 或是教人家这个怎么样 投股票投资的话 我就不会投你 可是你讲历史故事 我会投你 我说为什么 他说因为 那不害人 不是 他说因为那是真正你的兴趣 而不是你为了想要迎合市场 对啊 这家公司很 这家公司很棒 这老板很棒 所以我到现在都非常的感谢他 到第几期了 你的Podcast 现在目前为止 Podcast做了两百多集了 哇 周二 周根的 流量还不错 流量目前为止 应该总下展率应该在三千万 哇 那每一集平均是 每一集平均 不重复的话 不重复IP的话 大概十一两万 然后重复IP加上去 就花四五万人 那很厉害 对 在Podcast世界里面就是这样 对 但是他也也是一样 他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 因为像姚盛大概是传媒 对 传媒出生的话 传媒的现实的动员力会比较强 你也没有啊 会啦 没有啊 你们可以变现 我们什么都没有 我跟你讲 你讲 我们我们现实动员力很差的 不是 等一下 要不要关起来 我们私底下讲 没有啦 没有 这可以啦 可以讲啦 对啊 你说 网路世界要把网路就是抠人出来这件事情 有难度啦 对 带带实体传媒的话其实是可以的 嗯 对 所以我还能活到现在的原因啊 是吧 是这样子 对啦 我们尽可能的在底层的B1的地下的18层的这个挣扎的生存 啊 对 这是我们这个 留的也留一口气 哎 对不对 对 那这本书会成书当然跟Pakets有很大的关系 来你说 因为毕竟呃当时这一本书成呃成书之前那已经累积了一批听众 嗯 那时报出版基本上看到了以后就说哎那到底要不要来写本书好 反正你平常平常也都有写专栏 嗯 那我就说好 那我我就写了一些我想要写的东西 嗯 不行那你要写三国 啊 对 那我为什么要写三国呢 嗯 他说因为三国如果白日没有宣传 印尼还可以卖个三四百本 真的 对 就这么现实 就这么现实 就跟出旅游书 一样 只要只要出东京就一定卖 哎 东京一定卖 哎 日本其他地方不一定东京再来北海道 对不对 就这样 哎 对 东京北海道大阪金板神 嗯 嗯 那说这样 那好吧那写啦 就开始进入地狱的深渊了 怎么会 你平常就有在研究 平常的研究是平常的研究 可是当当你真的要写这一个书的时候 你就得把全面的纸书都看完 啊对了就不能嬉皮笑脸 哎 哦 对 要全面掌握以后再嬉皮笑脸 哎对没错 就是我要先看完三国志 嗯 然后三国志的那个 请呃 那个陪住 陪同志的住 嗯 然后我还要看后汉书 哦 我还要看就是魏晋春秋 哎呦 我还要看魏略 哎呦 我还要看就是很多的这个书 然后我要想办法在中间找斗 找一些奇怪的点 然后再把一些对把有趣的东西把它裂出来 因为我这个人是是一个呃孤僻但是算幽默的人 所以我希望就是文字的方面也可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啃的进去 这是我文字的风格 比如说我们必须要从历史的 我们要切成三份 其实我每次写文章 或是每次做内容 这个其实听众朋友也可以把它学起来 因为我有的时候在外面开课练才的时候会讲 开课练才 就是我们其实在看到一个事件 或是我们要创造一个内容的时候 我们会分成三个大部分 第一个部分叫做事实 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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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第二个部分叫你的观点 观点 第三个是情绪 所以当今天我们要吵架 或者是我们要发挥一个议题 那你就是在这三点上面 先把自己的立场先写出来 这个事实观点跟情绪 然后吵架的时候你也去看一下 就是说你们吵架是情绪还是观点还是事实 那如果他今天吵架是情绪 就拿事实出来打脸他 那如果他今天吵架是观点的话 因为观点是各有立场 比如说你觉得曹操好 我觉得曹操坏 他觉得曹操帅 那就要有历史事实吧 对要有历史事实 历史事实实际上就是好像曹操长得不怎么样 因为为什么因为陈寿没写 因为陈寿是一个喜欢写外表的人 然后他很多人没有写 那没有写是什么 就是路人脸 不是那他自己 他自己也没在那个时代嘛 对不对 他知道陈寿说三国志的时代是很像 因为陈寿以前是在蜀 蜀和导冠 所以他是那个年代的人 陈寿写的三国志 为什么被誉为是 前二十四史里面前四史里面算是优良的史作 就是因为陈寿三国志的时候 他是当代的人 就见证时代 对可是比如说史记也好 后汉书也好 他们在写这些书的时候 可能距离前面的史史都已经两三百年以上 对 所以其实可信度很低的 尤其是比如说 像比如说这个左撞或春秋 他们可能在写东 左撞跟史记他们在写的时候 有没有 很容易去用了一些叫春秋笔法 也就是小说笔法 比如说我写了一个刺客 要去吃杀某一个君王 就看到这个君王的时候 就觉得哇 这个人好贤德哦 我好于心不忍 可是我如果回家 我不杀他的话 我没有办法对我老板交代 是怎么办 我把我在树上自己自杀 一手撞死 心境什么的都写出来了 可是问题旁边那个史官好像是 你在旁边是不是有 你是不是人在旁边 对 对 根本就不是嘛 对不对 对 但这个就是春秋笔法 也是小说笔法 加入在自己的想象 所以这本书会成书 其实就是加入很多春秋的笔法 原来 好了 我们进一段广告 待会回来 我们就来 我从书里面的这些人物的故事 开始聊起 好吧 待会回来 来我们继续跟 《细经三国》这本书的作者 李游宗聊这个三国 因为他在书里面 他刚刚上一段就有讲 他是用这个写小说 所谓的写小说的笔法 来看待历史中的这些历史人物 那切入的点 都是很有独特的观点 独特的梗 他刚刚前面讲 你今天写东西 要三大支柱撑起来 事实观点跟情绪 情绪有时候是情节 对不对 情节冲突产生情节 那才好看 对不对 因为有冲突 对不对 那他就用这种笔法 然后就颠覆了很多人 对这个正史的想象 但是刚刚刚刚这个 宥宗讲的什么正史 那些人是过两三百年 才在写 他也没有身临其境 怎么知道他讲的是对 还是不对 但我觉得都对了 反正没有办法查 也没有录影 你要验证嘛 这样嘛 算就算了 没办法验证 你也不知道真的假的 那留下来又这些 也没有别的 当然也有别的 你就得要拼拼凑凑 一直去爬书整理 聚焦在一个时间轴上 去看一看 但是又牵涉到人 不同的人 有不同的观点 不同的立场 当然也有不同的观点 所以千古风流 就看你怎么看了 来我从书里面 你说吕布的名字 跟钱有关 而且他不只是个战神 还是个懂会计的音乐 懂会计的音乐材质 哈耶 这个面向广了 来 你怎么发现的 我们先从他这个布 这个字 还是在讨论 这个吕布的布 听起来有点霸气 但是他个布 这古代 春秋战国时代 布 它是一个 田壁 它是一种田壁 我们春秋战国时代 有布壁 布壁 布其实它的形状 布壁的形状 好像一个农产剧 农具产子一样 哦 嗯 那你不要看这个东西 好像听起来很遥远古老 你去看现在台湾银行 就那个Logo Logo 还是我们的布壁哦 那个是钱币的形象 中间一个布壁 对对对 它就是一个布壁的形象 所以其实台湾银行的Logo 就是布壁 你看哦 那吕布 你看 它的名字 居然是钱嘛 所以其实你引申到现在 他的爸爸 他爸为什么这样取 对 家里很穷 所以可能就是说 取一个叫阿财 旺财的意思 所以他其实吕布的名字 是吕阿财吕旺财 的意义 是这样的 对 然后你在看他的字 他字叫奉仙 哇 要把它奉出来 献出来 有没有 因为古代的名跟字 会对应一起嘛 对 对啊 因为这奉 奉我去查的 有两种意思 第一个就是交出来嘛 交给家里嘛 奉献 交出 奉先嘛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是什么 奉路 就是你的那个薪水的意思 薪水 他是不是不管怎么样 都跟钱有关 嗯嗯嗯 所以你看 吕布好像 这个 在三国演艺啊 的游戏啊 这个相关的 听起来都很霸气 但其实就是吕阿财 吕旺财的意思啦 那他是个战神啊 会打仗啊 功夫好啊 对不对 对 功夫好以外呢 吕布我们要看一下 他是冰州人 呂布暂时 嗯 他冰州人 然后呢 嗯 对啊 所以冰州人 冰州冰州 嗯 冰州人 嗯 那 他第一个官职很有趣哦 他第一个官职叫做主部 主部 主部就是生死的部 嗯 那个这个 主流部的部 等于是 主理 这就好像 好像是要写历史一样 长笔哦 对不对 哦 长笔的 但不是写历史 主笔 主笔啊 他是管一个城池的资源 米面 粮仓 然后还有这边的税收 这些什么 主部 所以你知道 这就是一个会计的工作啊 不是那那这个就是财税单位吗 财政单位吗 对不对 对对 古代比较容易包罗万象 在官职里面 古代是很容易 就是难夸在一起的 所以比如说 呃 你就是一个人 你要管比如说出纳 还要管会计 还要管审计 然后还要管就是说 这个仓储 嗯 所以主部就是干这些工作的 所以你从这边 其实就可以看到 就是说 吕布这个人 嗯 他是文官出身 对 然后 他是总裁块的 对 那他武功到哪里练的 武功的话 基本上 兵州人出来 有没有 基本上都 武功都不错啦 包括后面的 比如说张辽啊 这些什么的 都兵州人 兵州本来就有 这个所谓的武人集团 所以本来 兵州 因为比较北方的关系 所以大家 练武的风气 练武的风气 大家都在练身体 对 但吕布基本上就是能文能武的 因为他不是 他不是快戏出身吗 然后他其实也会弹琴 就是 袁绍曾经派刺客要刺杀吕布的时候呢 那吕布是 坐在营帐里面 然后弹琴去迷惑这些刺客 就好像 既定神弦的 对 然后这些刺客以为说他没睡觉 那为什么四个会被迷惑住呢 一定就是因为就是 吕布在袁绍旗下的时候 偶尔也会弹个琴嘛 表示他懂音乐的 对 是懂音乐的 对 所以其实 那你的武功高强是怎么样呢 就是第一批 袁绍派出来 大概将近30个杀手要去杀他 有没有 他等到他把琴弹完了 对 那周杰伦的歌也都唱完了 他把他放回去 去睡觉的时候 为什么要唱周杰伦的歌啊 对 然后他就回去上床睡觉的时候 这个就潜进去 就是乱刀砍床上嘛 对不对 砍了半天砍了一个寂寞 然后现在 人呢 怎么没有人 他没在床上 没在床上 然后这个时候神奇的一幕发生了 就是吕布突然就出现 冲出来 一个人大概杀了28个人 哎呀厉害了 留一两个回去通风报信 他刻意留的 刻意留的 然后袁绍的 袁绍就 因为第一个人先回去了 第一个先回去 就是说 我明明已经在砍吕布了 第一个先回去了 那第一个回去了以后 那袁绍当然很高兴嘛 然后结果袁绍大概等了四个小时 六十八分钟 袁绍发现 出来太久了吧 对对对 他发现太久了吧 后来又回来一个人 就说 我这次两个人通通被砍死了 剩我一个回来 哎呦 袁绍就说那样的 对啊 那我们再看一批吧 反正老板 老板就是坐在那边就好了 死不完 这都别人 都员工 对 然后第二批刺客 过去的时候 就看到吕布一个人 站在那边 他说有种来啊 前面28人我都处理完了 你们谁行谁到 You can you up 那剩下第二批四个 就大家都不敢动 就眼睁睁看着吕布走 所以你在这个 这是历史上 没有真实记载的一段记录 那只是说在 我们以前看这个 三国的戏剧啊 什么的 很少演到这一段 因为他不是大主角 嗯 对 那吕布 他初期 他就是一个这么 算是有魅力的人 嗯 因为他这个人 就是真的可以 自己骑着这个赤兔马 然后自己拿的方天话籍 有没有 他也是赤兔马哦 哦 他当然赤兔马 对啊 他的赤兔马 就是那个嘛 后来就是 就是挂了以后 不是就是让给了 这个关羽马 在三国劇里面 对 那吕布 其实他还有一个 实际上 写过一个很扯的事情 叫原门涉及 啊 原门涉及 就那个时候 对 原宿那个时候 我记得派季灵吧 季灵好像出来要打刘备 刘备就是会 挨挨叫 就说现在打不过 那就请吕布出来调停 那吕布出来调停了以后 就是说我来来来不然这样子好了 来 这个是急 因为我们这个东汉末年的时候 我们有急嘛 这个武器战机 那这个战机也跟大家讲一下 你可以想象成是一把长枪 长枪的旁边有没有有一个横的出来的一个小的刀 横的就是一横一直啊 那为什么要这样呢 这样你就可以去勾人家 勾 挑 勾伤人家 可以挑人家 对 那吕布就是说 来我们把这个战机有没有 我们插在银杖 哪边 然后我就跟他距离可能may比300步好了 来 只要我能够拉弓射箭 射到这个旁边那个小小的这个横端 框里面 不是框里面 只要射到那个战机 要站起那个金属横的金属的部分 那 要射到他 对 要射到那个 就是进入好球带 对 那元素你们这边 进去这边 你们就这个退兵吧 然后 那当然元素军那边就说 不过你了 那么远 对 怎么射 你看150公尺 然后你射箭 我看都看不到还要射到 对 因为那个宽度就跟我们现在的直指 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我们小学用的那个直指 OK 是一样的 就没想到戏剧性的一幕产生了 吕夫就是气凌神仙拉弓 箭射出去以后 马上箭中横支 插进去了 然后这个时候全世界都寂寞了 不敢出声了 对 对 13亿人都震惊了 最好13亿的 那个时候 对 这个故事要好看 就这样乱说 然后 大家都吓一跳 然后女部就说 那你就回去吧 好吧 那他就回去吧 赶对方回去 就是这样子 那就结束了 对 那这一段是史实哦 是真的有这个故事 真的有这个故事 不是都外乎啦 对啊 这跟那个张飞 有没有 在那个 长板坡之战的时候 在当阳桥上 一个人挡住 朝军 这个也是史实哦 这是真的啊 所以也是真的啊 OK 就是说是真的 就是你在 看历史的时候 有时候看到很唬烂的部分 有时候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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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有时候看到一些 哇写的就是具性迷移的东西 你再一查 诶 没这回事 诶 对 所以我觉得历史有趣的地方 就在于就是说 你的观点 怎么样带出来一个 就是活生生 不同的人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工作 做编剧 做导演的 就是想办法去找出 有趣的人味 嗯 就是要有梗 要有 对 要有观点 要有趣的地方 然后像 所以我们吕布 我就会去写 就是因为毕竟做网红嘛 你得要 做很多的那个 那个hook 勾子 然后就把人家勾住 所以你看 我在写第一张 黄金军的时候 我写他是CEO 也是直销联盟 专攻医药生技产业 他的肌肉里面 其实常常加入一些中草药 所以喝的会会会好 好了以后就是感谢西父 对 好的不会好 那西父就说你心诚不灵 就是你心不成 所以这个 怪到这上面了 不说自己艺术不好 用药不对 死了活该 对 那喝的会好的以后 就变我忠实的信徒 哎 真是的 好了 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带回来 这里面太多有意思了 他里面有提到张飞到底是长什么样子 有没有抢人家老婆 还是他是一个满汉 还是一个心思细腻的人呢 我们带回来 这个李又中 跟我们来分享他的观察 我们继续跟 《细经三国》的作者 这是一本书 《细经三国》是一本新的书 时报出版社出版的 书里面记载这个作者 他去分析这个三国里面的一些人物 而且 把很多人都骗过了 就很多人不知道这些人背后还有什么样的故事 所以他就用了一个特殊的笔法 有点像写小说的 写小说 写剧本的笔法 然后来分析这里面的人物 所以每一个人物都是有趣的 那他找出一些蛛丝马迹 是证实里面的蛛丝马迹 然后再加入他的想象去描述 而且很多东西都被遗漏了 遗忘 他再把他抓回来 来去谈 像他说 这里面就有写了 张飞到底长什么样子 有没有抢人家老婆 然后真的是不是军事的满汉 佑中你发现了什么 在讲张飞之前先讲一下关于 关于跟曹操有一段抢老婆的故事 对 大家比较想知道 因为毕竟台湾人比较爱八卦 就是在近年三年的时候 也就是西元198年的时候 那时候曹操跟吕布打下皮之战 然后打了下皮之战了以后 关于就谈恋爱了 关于谈恋爱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突然在史料里面突然也写到就是说 就是曹操跟刘备把吕布围在下皮的时候呢 然后突然这个关于 这个关于就打仗打赢了 突然跟曹操求说 我能不能娶一个女生 那史书上面你要看 它是用乞取 就是我求你 就乞丐的乞 你要知道 对 你要知道 求你 对 举这个字是很大 你得要经过六里 然后经过这些政治的手续 你才能娶一个 然后如果你不是娶的话 你不能是用这个字 然后这个人呢 还是一个叫做秦银路的妻子前妻 所以关于就突然跟曹操要求说 我要娶她 我们拜托啦 拜托啦 拜托 然后曹操也就想说 奇怪 这个是另外一个 那个秦银路的前妻 你怎么突然说要娶她呢 你谈恋爱了呢 是不是长得很好看 他也没看过 对 曹操也是个人机扣 一看以后 真的好看 所以曹操自己纳之 他自己收了 自己收了 纳之 纳为一个小妾 所以关于的 这个时候就直接跟曹操决裂了 为了爱情人 为了爱情人 对 毕明啊 对 毕明啊 可是你今天 不能翻脸嘛 你刘备集团跟曹操集团 就是刚打完下笔之战 不能翻脸 那怎么办呢 所以曹操就只好把目光 放到张飞身上 所以给张飞封了关 然后呢 其实这个里面很有意思 就是说 在 史书上面讲 就是说 后来他们 张飞出去外面的时候 有一天 在河边 看到一个在剪裁的女生 小女生 14-15岁 她觉得张飞觉得长得好漂亮 所以强回家当老婆 然后这个女生刚好就是夏侯市 就是夏侯家的 就是 好女生 两家女生 也是一方之霸 对 可是你不觉得这件事很奇怪吗 怎么怎么会看到 他怎么会在河边被你看到 就是 谁 谁看到张飞 然后在河边 然后看到有女生在剪裁 然后把他抢回家 你不觉得这个史料写得很奇怪吗 就是他怎么可能在现场看到 对不对 你不是现场吗 现在有行车记录器吗 所以变成新闻吗 要不然就是有爆马仔告诉他 对 但是这段就很奇怪 这段其实写得很矛盾 因为不管怎么样 就是张飞还是刘备集团的人 对 你要去抢抢对方的这个集团里面 而且又是姓夏侯 我们要知道就是说 在东汉王朝的时候 姓曹的跟姓夏侯的 是两个算是一家 势力 因为汉朝开国初年的时候 夏侯英跟曹生 他们两家就是世代都在联谊 所以这两家本来就是并做一家 那你怎么会张飞去突然抢了 曹家夏侯家的女生呢 然后都没事 对 就是后面也没事 而且你要想 你要想 他抢回去是当正妻 他不是像刚刚讲那个 纳契 不是纳契 他是当正妻 为什么因为最后生了两个 两个女儿 都先后成为刘禅刘善的皇后 所以这件事情 他是经过一个合法的手续的 所以我后来就合理的推断 其实怎么样 就是那个时候 因为打下笔的时候 曹操已经跟关羽决裂了 决裂以后又要安抚刘备集团 所以就是把奖赏都赏在张飞身上 给了他 对给了他 那其实就有可能包括就是说 来你跟我们夏侯家的人联姻吧 我把我们夏侯家的人嫁给你 只是因为后面刘备背叛的关系 他们面子拉不下去 可能后面就编一个故事就是说 你今天走在路上的时候 看到你的女生好漂亮 在剪裁 花精为天人 抢人家当老婆 就看谁这样写 对 但是他这样写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奇怪 因为为什么 因为刘备集团那个时候 在旁边打仗 对 你不会打仗的时候 张芳还出去闲得发慌 他是主将 不可能 哪得闲 对啊 你怎么可以这样 这个书中合理的推断是怎么样 就是他 因为张芳是一个非常纵名的人 纵名的人 对 他虽然喜欢鞭打就是兵士 但是他是非常敬重文人的人 那他有可能就是因为 真的有这个婚约 然后他也可能真的见过对方了 然后可能两个人也真的一见同情 觉得不错 那他在打仗的时候 张芳就一个人单枪匹马 跑到曹操的这个欲州里面 就阵营里面 跑去曹营 直接把这个来 然后他就以很戏剧性的画面就出来了 然后他就出现在这个女生面前 他说 跟我走 上车 对 我上马 我一辈子就你了 上马 对 然后这女生就说好吧 你都已经谈 前面已经谈了真实手续 来都来了 对啊 那他就跟他回来 那回来了以后就结婚生小孩了 对啊 所以其实你从这边你就看到就是说 有很多东西有没有 这个就是真的抽势波及 然后我们再加入我们的想象力 应该这样比较合理 那既然谈到张飞 我们当然要谈一下他的长相嘛 对 那到底是长得什么样子 每一个戏剧电影里面都是都是黑黑的 留个哈登胡的 大胡子啊 年纪很大 很粗啊 眉毛往上翘很浓 对 声音洪亮如中 对 像比如说如果在陈某的老师的漫画的 那个火凤 火凤聊员里面有没有 他是把张飞化成一个大帅哥 只是说每一次 每一次出生的时候 因为太帅了 就是吓不到别人 所以自己会在自己脸上画面具 画脸谱 对 那也合理啦 这古兽 可是这都是属于部落型的英雄才是这样嘛 对不对 没错 对 那史实上是怎么样呢 史实上就是可能真的长得路人秧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陈寿在写三国的时候 他是一个非常喜欢写外表的人 他写周瑜的时候 写到周瑜的长相 哇长壮有姿帽 又长又壮又姿又帽 对 你看 美男子 对 而且刘备的时候说他耳垂可以到肩膀 双耳垂肩 对 然后双手放下来的时候可以到膝盖 过膝 双手过膝 垂膝嘛 对不对 那 可是写到这个张飞人呢 没写 完全没描述 那他怎么描述关云长 关羽 他怎么描述 没染工 那又那个活着跟张大圈一样 但他有说他的脸是红的吗 这倒没有 可是故事都是把它弄得红红的 对不对 对对对 高铁亚嘛 都有提到这几个人 都没有提到张飞的长相 完全都没有提到 那只有说张飞是什么熊将啊 或是什么的 所以可见啦 应该就是长得就是很壮 这件事情在赵云身上同样也有发生 就是赵云的长相 其实现在大家都觉得赵云是个大帅哥 赵子龙啊 常山赵子龙 听名字就觉得这个人很帅 这个帅 子龙啊 对啊 然后云嘛 小说 小说里面的人设 对不对 对啊 那你看赵云的命名的逻辑 跟吕布家里面是反的嘛 吕布就是阿财旺财交出来 对不对 可是赵云是易经啊 赵云的命名是易经啊 因为云从龙啊 所以赵云只龙嘛 啊 OK 一个逻辑的 你一听就要知道 这个人是很帅的感觉 对 但史实上没写 实上没有写的 没有写他的长相 只是说 就是说 第一他使的一手的好枪法 那我们去合理推断 就是说 一把枪有没有 大概会重 大概二十公斤左右 十几二十公斤 那你可以这样 挥来挥去有没有 长迈波七进七株什么的 那就是人高马大 可见你是一个 肌肉棒子 对 人高马大 人高马大 肌肉棒子 但是你的脸呢 可能很路人 对 而且你要看 赵云也是这个样 甚至他可能 长得很 就是凶残的样子 要吓人嘛 就在提营挣钱 吓人 对 因为他跟这个史书里面 就讲嘛 就是赵云黄中 就是互为刘备的老牙 一平带刀 对 那你看黄中 可以定军山 一刀砍下下后院的头 赵云可以这样冲来冲去 所以我们可见 这两个人 可能长得都很像 就是黑到保镖的那种 就是 或是那种 Elon Musk旁边的保镖 就大概就是那种感觉 OK 对 那所以 其实张飞的长相 其实历史上是没有提的 对 但是呢 我们可以合理的推案说 他的老婆一定超漂亮 为什么 因为他生下来的两个 生下来的两个女儿 先后都嫁到宫中 给刘散当老婆了 这不会太差 就是那个工厂 他不是一起 他是大女儿嫁进去以后 两个人算恩爱 然后就大女儿生病 病死了 再去 那刘财就很伤心 就说好吧 那我太想你姐姐了 再把妹妹也娶进来 真的扶不起老婆 对啊 也不是扶不起 对 他可能很多地方 起得很坚持 对 那他就是把他娶过来了 那我们都说 女儿应该都长得像妈妈嘛 对 虽然一直有DNA 就是因为我们常常在习弟弟 血统啊 对 血统应该 女儿像妈妈嘛 所以合理推断 夏侯氏应该是长得蛮漂亮的啦 哦 OK 对 所以最终我们的推断就是 第一 张飞 他是一个情敌情谦的人 他是一个非常重情重义的人 然后 他的老婆超漂亮 嗯 对 张飞就是 这样去推论 好了 我们再进一段话 带回来聊曹操了 曹操是美食家 这个大家或许都知道 这个 曹操还有什么其他 大家不知道的故事 还有他的儿子曹丕啊 居然是一个甜点控 待会回来 嗯 我们继续跟这个李佑忠啊 聊三国的人物 应该是说 另类三国 哎 不是 三国人物的另类观察 他出了一本书叫 细经三国 那些骗过你的三国人物 他的意思是告诉你说 你从既有的人设中 有很多 其实你根本就不知道 他们背后有什么故事 然后他去爬书整理 不只是三国志 他爬书 周边有同一个时代的书 比如说这个汉书啊 什么的一堆 然后再去看这个人 在当时发生的故事 史书里面没提到的 他就可能 背后有什么样的 应该说有什么样的剧情 那他就把它描述出来 就变得很有趣 很有看头 这里面又提到了 曹操是个美食家 这个大家知道 但是你发现了什么 曹操不但是美食家 他还寻过美食的部落格 写过书啦 写过这个部落格 他写过一本 就叫做四十十字的书 四十就是四季有的四十 对四十十字的这个美食书 那现在已经看不到了 但是你在那个后面的太平预览里面 你可以看到里面 这本书记录的一些事情 他就描述了太平预览里面描述了四十十字里面的一些故事 没错 而且记录了十四条鱼 从产地外形大小到吃法 然后曹操是怎么吃的 哎呦 那曹操很懂得吃鱼哦 没错 那除了吃鱼以外 曹操也爱喝酒 喝酒就算了 因为大家喝酒没什么了不起的 他会酿酒 曹操会酿酒 是哦 哇哦 对 那根据那个奇兵要素的记载嘛 那奇兵要素 对建安元年的时候 曹操是进献过家乡的酒给汉献帝哦 但是他奇特的是 他不是只献酒而已哦 他连带的提供酿酒的方法 就把秘方给了皇帝 就上酒运法咒 上酒运酒法咒 然后他就跟他讲 就是说哎 这个酒要怎么样做 还是我们家乡酒 功效是怎么样 那如果你比如说喝了以后 你觉得太苦 或是有点不顺的话 你可以再再多一酿 或是怎么样 调整 成为十酿 对 那如果你喝了这个酒 有没有 还是强身健体 不生病 哎呦 今天我就把这个方式 献给你汉献帝 其实这都目的 都是拍马屁嘛 也没有拍马屁啦 因为其实这个 因为东汉末年 有没有 大家很多人就是饥荒 然后再来就是说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 汉献帝这个人 跟话团是学过医术的 哦 真的啊 对 所以你看 你写那上酒运法咒 它里面有写什么 呃 甘 擦甘意 不必 这个酒喝了 也不容易生病 我写吧 那当然你听到 有这个疗孝的话 献帝会比较喜欢 嗯 对 古代是这样 就是给你一个健康 健康指南 嗯 对 那酒运酒法是豪州的名酒 那在2018年9月19日 金氏世界纪录公布了一项新纪录 就认定酒运酒法是世界上现存 最古老的真六酒酿造方法 真六酒 哇 对 所以你看曹操不是只有爱吃 他爱酒 邪酒 也喝酒 而且真六 真六的制成比这个 比传统发酵要麻烦嘛 嗯 嗯 对 而且曹操为了养生建理 他还曾经尝试过尿疗法 喝尿 啊 真的 喝尿 这史书有记载啊 有后汉书的方数列算里面有记载 就是说曹操是为了养生还喝过尿 听到民间的那些老师师傅说 喝尿可以身体健康 一六零 我们讲到酒还是提醒大家 这个喝酒不要开车 然后呢 年纪不到的朋友不要喝酒啊 就这样 没错 喝酒过量 有爱健康 对对对 必须是news98嘛 就要讲一下 对对对对 你知道 那 那其实 呃 在很多拜官严实也有记载 就是说 这个曹操吃货这些事情 很多 有一次 比如说曹操在校金 混兵的时候 证务繁忙 然后就生病了 那治疗的过程当中呢 这个厨师就选当地的这个嫩母鸡 加入了这个刚刚那个酒韵酒 好聪明哦 对 再照一些医生建议啊 把什么添麻 杜仲这些重要入菜 不就烧酒鸡 对 再加一些清香料 然后就做成药膳鸡 哦 就给他 给他养生用了 治病养生了 对 那原本没有什么食欲的曹操 这个当士兵把这个药膳鸡端进来的时候 有没有 啊 龙行大悦 哇 一下子就把它吃光光 是哦 三天以后 渐渐的就恢复元气 然后从此以后 这个逍遥鸡 曹操鸡 就就出名了 永传 永传后世了 就有这道菜了 对 就有这道菜 啊 这样是一个 野食啊 对 对啊 然后这个就是曹操爱吃的故事 好那 曹批我们来聊一下 曹批当然就承携了他爸优良的传统 就爱吃嘛 对 可是曹批这个人哦 你去看他吃的东西 嗯 大部分都是甜食 这么爱吃甜 比如说葡萄 像我们在看那个军师联盟有没有 啊 你看那个草 里面的草皮 一直旁边有摆那个葡萄 一直吃葡萄 有没有 啊 因为史实上是真的 真的有这事 那个是剧 剧主的美术 有烤旧啦 对啊 对 所以他一直在吃 呃 瓜果类的东西 啊 对 然后他又很常吃火锅 哎 这么久以前的火锅 啊 对 他会把那个火锅有没有 啊 火锅分成五个格子 有点像我们这样的鸳鸯锅 或是九 九九公格锅 哎 对对对 就是火锅 然后呢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这样烫不同的肉的时候 有没有 就可以挑不同的这个 就不会互相影响 对 不会互相影响 所以曹批也是非常懂吃 嗯 那他 这个除了吃水果以外呢 他也非常喜欢吃什么 是糖 哎 什么样的 那个时 那个年代的糖怎么做啊 十米 那个年代有十米 哦 这就是基本上就是蔗糖啦 哦 自糖 嗯 哎 这糖 那只要是这个甜的东西 哦 就 呃 藏批就非常爱吃 而且是无时无刻 都爱吃 那吃到后面 哦 因为藏批这个人身体不太好 哦 据说他大概30岁的时候 时初就记载 哦 嗯 他头发几乎都掉光了 铺头 然后而且头的那个油啊 嗯 很重 哦 你大老远的都都可以闻到就是潮鼻的那个油垢味 哎 就不洗澡吧 不是不行的啊 对啊 就是就是油垢味很重 嗯 然后他一直在喊口渴 哦 你就是在他写给大家的文章里面一直在喊口渴 我很口渴啊 然后情绪一直很不稳定啊 所以拉到现在来看有没有 这个病症啊 就是糖尿病啊 因为糖尿病就是会口渴 然后让你一直很烦躁啊 而且古代的糖尿病叫消可症啊 哦 OK 嗯 对 所以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说 潮鼻其实后期有没有 就一直有糖尿病的困扰 其实潮家的人都有 遗传 嗯 对 糖尿病后来我们知道都是一个基因嘛 A型 啊 那为什么潮鼻没有呢 因为你看潮鼻饮食 啊 都在吃鱼 养生 然后都在打仗 啊 所以都是低脂高蛋白 有烟有运动 大量的运动 啊 新陈代料 喝酒都是饮食有度 促进新陈代谢 可是潮鼻在喝酒的时候是 对 潮鼻喝酒都是开party 最近喝烂醉 啊 哦 对 所以我们去看这个整个潮家的这个基因 嗯 其实他们都有一点点糖尿病的这个基因症状 啊 对 那是从这个他们的妈妈便夫人来的 那便夫人其实后来活得很久啊 就是活得 活得 非常长的这个高手 那为什么便夫人没事呢 你去看一下就是说因为便夫人她的那个饮食状态 嗯 都非常的健康 粗茶蛋白 里面都有提到 史书里面都有提到 提到夫人 我们史书啊 或者我们的书里面都有提到 啊 所以 后来有没有 后来潮鼻会死掉 就是跟潮鼻有很大的关系 死前的症状是什么 嗯 死前的症状就是一直喊渴啊 然后对啊 然后很年轻就死了 三十八三十九岁挂了 不过那个年代不都这样吗 嗯 没有啊 潮潮活了五六十岁啊 嗯 OK 然后这个刘备也算活得 算够久了 然后孙权也算活得蛮久了 都算够久了 对 他这个是糖尿病的关系啦 哦 对 因为毕竟你皇帝 你有最好的资源嘛 对 对 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 比如说 这个史料记载 比如说记载他的一些床室 哎 哦 床室就是 就是因为他的老婆 是三国顶级的美女 是那个 曾姬嘛 对不对 是真命真福嘛 嗯 那 曾姬常常就跟他讲 就是说 不要一直来 每天晚上来找我啦 偶尔找到别人 嗯 受不了 受不了 对 哦 又秃头又又身体又很臭 他还敢还敢这样跟皇上讲话 这怪了 没有他 他没有讲后面的OS OS我补的 哦 对 对 但他他他常常讲 就是说 可以就是去找到其他人啊 不要一直来找我 哦 OK 对 所以就表示 这个人大概是什么样的怪毛病 大概可以用这个来做推乐 推测 哦 对 没错 哦 好了 听众朋友 我们节目时间已经到了 听完了李佑忠啊 他在这样子的来 从史书里面去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去看这些历史风云人物 风流人物 他们的这些生活的样态 可能包括了这个长相啊 饮食习惯啊 或者是这个他们他们的专长啊 有一些你意想不到的人设 那这个是李佑忠他花很多时间啊 去比对 然后去写出来 而且最重要是他的写法 让你觉得没有压力 不是不是在念历史 不是在那边苦读历史 不是 是在看故事 看戏剧 看小说的方法来看 那三国永远是大家喜欢 这里面的故事 里面的人物 大家也都不陌生 不妨看一看这本新书 细经三国 那些骗过你的三国人物 时报出版社出版的 那作者就是李佑忠 那大家或多或少都知道 Podcast里的历史故事 有他 他平常的工作 是做影像工作的这个导演啊 才华很多样 现在出的这本书啊 大家可以看 因为你如果喜欢三国人物的话 可以去看这本书 今天谢谢佑忠 跟我来分享你的 你花了时间去做的研究啊 那你下次想要出什么 我不知道 因为您刚提到财高八斗 我瞬间讲到财高八斗 生无分文 所以我再看看 有没有先去捞的 变现 OK 再多谢谢 谢谢 拜拜 拜拜 谢谢听多人哦 拜拜 拜拜